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多伦多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于2020年1月在市区公寓被人绑架并关押长达13天 袭在中国的家人被勒索巨额的赎金 索性绑匪没有得逞 留学生平安逃脱 禁止此案在多伦多法院开庭审理 据新报记者Paulwell报道 本周三的庭审得知 绑匪将这名多大学生文波金用铁链绑住 并蒙上双眼长达13天 试图迫使他在中国的家人支付500比特币的赎金 但没有成功 当年24岁的金失踪后 警方一度发布寻人通知 并表示担忧他的安全 之后警方表示他于2月2日被找到 绑架阴谋的团伙成员之一向法庭详细交代了他在绑架中所扮演的角色 并暗示他的前室友是主谋 25岁的M Chen作为检方证人作证说 是的 我参与了整个案件 他承认自己在金的车上安装了跟踪装置 并说他是在主谋则宇章的要求下协助索要赎金 被告Zem对绑架和对禁注射麻醉药物的指控不认罪 他的两名同伙Jermaine和Martin都不承认绑架罪 被告辩护律师Laura 称Chan在尽量减少自己在绑架案所扮演的角色 错误的认定正是罪魁祸首 因为他是最容易被指责的人 Chan予以否认 不 我想提供一个真实的故事 2020年1月21日 Jim在市中心的公寓内睡觉时 被两名男子用枪指着头叫他保持安静 检控官Iron Panzer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开庭陈述中说 袭击者用拉链绑住Jim的手和脚踝 用胶带遮住他的眼睛和嘴巴 并在几小时的时间里给他喂了安眠药 当药片不起作用时 Jim被塞进了一个冰球袋 带出房间 进入一辆等候的小型货车 开访劣志文山的一所房子 Chan承认 他安排给Jim在中国的父亲打电话索要赎金 命令他向绑架者支付500比特币 以确保他的儿子获释 他还警告不要报警 但警方还是接到了报案 2020年1月500个比特币的价值约为550万 这个金额在今天价值约为1750万元 绑架者在等待赎金的过程中 将金囚禁在一间锁着的卧室里 长达13天 卧室的窗户用木头遮住 墙上挂着摄像头 不同的人轮流看守 确保他不会逃跑 与此同时 金的表情也联系了多伦多警方 称他失踪了 参与他营救的警员将出庭作证 讲述如何找出金被关押的地方 目前审判仍在继续 随着秋季呼吸道疾病季节来临 BC省卫生厅预料 今天公布在所有医疗机构 恢复佩戴口罩的规定 根据传媒取得当局提前向医疗机构 发送的备忘录 有关措施将于10月3日生效 涵盖医护人员访客 承办商和义工 令会一并公布新冠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详情 BC省卫生厅长迪德安今天表示 将会公布在医疗机构实施的新卫生规定 包括佩戴口罩 这不是秘密 我们已经讨论这个问题大约一个月 在秋季呼吸道疾病季节 我们预料医疗机构将恢复佩戴口罩的规定 所以我们会在周四提供详细信息 迪德安没有提供计划具体细节 但称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将会展示证据 提出即将在民众日常生活和医疗系统实施的建议 有关宣布还包括本省秋季新冠和流感疫苗接种活动的详细资讯 他又指省府早前已表示 预计在秋季呼吸道疾病季节期间 医疗机构将加强佩戴口罩 但没有说明新规是否强制性 仅称确保生病住院患者获得尽可能多的保护非常重要 省府于今年4月宣布 结束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实施的医疗机构佩戴口罩的规定 多个媒体包括Global News CTV及City News 获得由省卫生厅向医疗机构发送的备忘录 谈及当局即将实施的新卫生措施 为了应对今年秋冬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 BC省将在医疗机构服务和计划 包括家庭医生办公室和门诊诊所 恢复加强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 备忘录指 有关措施将于10月3日生效 在患者及居民护理区域所有医护人员 访客 承办商及义工都需要佩戴口罩 而患者及居民将在医护人员指导下 或根据个人佩戴口罩 至于长期护理及辅助生活机构 在探访房间或辅助生活单元的居民 不需要佩戴医疗口罩 此外 医疗机构将再次派人助手在入口处筛选任何 有病毒性呼吸道疾病症状的人士提供口罩并指导人们洗手 所有入口处都将配备消毒搓手液 并制定更多清洁和消毒程序 医护人员将继续被要求接种新冠疫苗 备忘录又指 后诊室 会议室及公共区域不会有人数限制 也没有身体距离要求 医护人员和访客无需进行快速抗原检测 访客人数也无限制 除非医疗卫生官员或医疗机构作出指示 随着呼吸道疾病个案增加 全国各地的卫生官员都敦促民众 同时注射新冠疫苗及流感疫苗 从而获得额外的保护 尽管流感疫苗和新版新冠疫苗目前尚未上市 但专家预计两者将于短期内推出 在住房危机中 多伦多最后一个可负担的社区 对于许多长期居民来说 也已经负担不起了 多伦多39岁的女子阿劳霍和丈夫 以及她们的四个孩子 住在北斯顿社区的一个两居室公寓里 这个空间对于这个一家六口而言 有些拥挤 但她们没有太多选择 最近阿劳霍扔掉了家里的餐桌 因为她占用了太多空间 现在她们基本上都在厨房的柜台上吃饭 阿劳霍在一家非盈利组织工作 她和丈夫都有不错的工作 但她们觉得自己的财务已经到了极限 我们经常有搬家的念头 但我们哪都去不了 我们在多伦多租不起房了 阿劳霍估计 一个可以满足她家庭需求的住所 每月大约需要花费4000元 比他们目前的租金增加了64% 直到最近 韦斯顿社区还被认为是多伦多 最精气实惠的社区之一 但在过去的五年里 随着加拿大全国各地的 住房成本和生活费用的飙升 韦斯顿也未能幸免 更多像阿劳霍这样的居民 面临着因租金飙升而带来的两难选择 耗尽银行存款来支付越来越高的租金 还是离开他们喜爱的社区 阿劳霍表示 即使他们有能力搬到更大的地方 他也宁愿留在韦斯顿 因为他喜欢这个社区的多样性和便捷性 韦斯顿的长期居民49岁的亨利表示 过去五年 该地区的租金已经上涨了1000元 他说 导致这一增长的部分原因是2015年的 UP Express铁路线的开通 该线路连接皮尔逊国际机场和多伦多市中心 其中一个停靠点就是韦斯顿 亨利在韦斯顿社区已经生活了20年 家里有三个孩子 他是一名全职的汽车工作 他的伴侣则打两份工来保持家庭开支 他希望政府能够建造更多的可负担住房 并重新引入年度租金涨幅限制 他说 我最担心的是 为了我的孩子必须离开他们的家人 朋友 学校和工作 去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地方 只为了寻找可负担住房 然而 韦斯顿并不是唯一面临这些挑战的社区 随着加拿大的住房危机日益严重 围绕成本上升和中产阶级化问题 正在全国范围内发酵 从社区主导的 包括新斯科社历史悠久的黑人社区的努力 到BC省小镇的快速变化 再到保护温哥华唐人街 避免陷入困境的努力 本月的一份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 加拿大各地的租金上涨了9.6% 平均每月2117元 此外 加拿大抵押于住房公司 估计 未来10年 加拿大需要再建造350万套新住房 以确保有足够的工艺 来缩小该国的负担能力差距 温哥华一名租客表示 业主是一家拥有63个单位的物业公司 他日前接到对方的通知 声称公司的一名物业经理的子女 需要入住其公寓 因此他必须得搬出 马田居于温哥华的Hether Street公寓 单位已有十多年了 他刚收到业主以挂号信 向他发出搬签的通知 只是他要在11月30日之前搬出 因为业主的孩子需要入住该单位 单位的业主是一家名为 Hardy Enterprise的公司 拥有该公寓整栋 合共35个单位的建筑物 以及另一栋位于Keslano的公寓大楼 两处合共有63个单位 所以他们想赶我搬走是荒谬的 马田说 我的业主显然是有动机的 他认为业主希望把租金提高到市价水平 因为他现在每月支付的租金仅为1056元 他指出 同一大厦的类似单位租金高达2000元 尽管马田每月是向该拥有该单位的公司交租 但该公司在驱逐通知书中 把物业经理贺北兹列为业主 并指他的子女将会入住该单位 点图厅文件确认 单位的业主是Hardy Enterprise公司 而非贺北兹 该名物业经理向马田提出 在同一公寓有单位控租时 可安排他入住 但需要重新签订租约 按照本省的租务规律 业主与租户在同一单位续租时 需要受到政府所定的家租上限约束 但如果租户搬迁到另一个单位 租金家府则不受限制 马田已向住宅租务处提诉 林迅将于明年1月4日举行 他暂时不用搬迁 但假如林迅结果是业主胜诉 他就要在48小时内搬走 他指双方有约在先 业主的行径令他感到不安 我已经按承诺准时向他们交租 那么他们的承诺又如何呢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